曾经是保家卫国的军人 退役后却犯下人神共愤的行为 40岁退役军人两次强奸8岁侄女 今天在哥达巴鲁地方法庭 面对两项强奸指控 控状指出 被告在2015年10月30号傍晚6点 在巴卓一间房子 强奸当时只有8岁的侄女 抵触刑事法点376-3强奸条文 十岁之位的被告又在同年11月5号 诱骗子女发生性关系 抵触刑事法点377-1 引诱14岁以下儿童 进行猥亵行为条文 没有代表律师的被告 以家中还有三名小孩为由 要求法庭侵判 不过法庭基于被告犯下 不可原谅的罪行 判处两项控状罪程 分别坐牢24年和鞭吃15下 以及坐牢10年和鞭吃8下 两项刑罚分开执行 以警校友 镜头转到雪兰儿安邦 一名40岁华裔男子空归亮 在今年5月14号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 在安邦住家虐打13岁儿子空征卫 导致儿子身体严重受伤 今天在安邦地庭面控 被告抵触2001年儿童法令 第31-1-A 虐待儿童条文 法庭判处被告虐同罪程 罚款4000令吉 一旦被告无法缴付罚款 则必须以坐牢6个月代替刑罚